各位戰友網友 大家好 這裡是戰友之聲 Voice of the Media 粵語頻道 今天是2019年的10月23日 有我Casio 文傑 我們三位都和大家一起主持的 兩位和大家打一聲招呼 大家好 各位觀眾好 大家好 我是文傑 文傑 Casio 你們好 各位觀眾好 我們今天我們三位就和大家主持 點評一下香港的時政和世界的大事 大姐就為我們帶來美國那邊的消息 交給你先來 OK 我看到消息就是美國的商務部長羅斯 她再一次在Focus的採訪中 她就說 她說 只要中共不接受那個結構性的改革 或者她不接受 監督的機制 就不會簽這個協議 她說不會簽什麼不完全的協議 她說等於就沒有協議了 所以呢 12月計劃增加那些關稅 不會因為中共的威脅 她說要簽第一階段的協議 就取消 意思是說12月怎麼都要加關稅 她說什麼叫做公平的貿易呢? 你開放的 我都開放 你不開放的 我也都不開放 你增加關稅 我也要增加關稅 這些才叫做公平貿易 你是練關稅呢? 我也來練關稅啦 這個是羅斯說的? 是啊 她說你不開放那些互聯網呢? 我也不開放那些互聯網 總之你不做呢? 我也不做 所以之前中國就是美國去中國那些汽車 25%的關稅 但是呢 中國去美國的汽車 只有2% 不知道2.5% 總之是很少很少 所以中國就偷美國的錢 偷了這麼多年了 所以現在美國怎麼都不肯的了 怎麼都不肯了 為什麼我會這樣問呢? 因為這句話呢 我們剛剛前兩天就聽了文貴說的 就是差不多是8% 100%是一樣的 所以我才會問 如果這樣都非常的好 美國終於是站得這麼硬 而且是這麼明確表示了自己的態度 所以它那個就是不管你是簽還是不簽 你都是死的 為什麼呢? 就算你簽了3至5年 你如果真的照著那個協議的條款去做呢 你一定死的啦 如果你不簽 你都是死的 所以羅斯的訪問是非常之重要的 這個是和彭吾斯副總統的演講 它一定是有很大的關聯的 所以這個川普總統他一直都是說 我們聊得很好 我們聊得很好 其實他在那裡打太極了 他是在玩華爾街的那幫人 當然啦 川普的那個談判的這個技術 他曾經是寫過一本書的 就是說叫做談判技巧 所以基本上連班農都說 就是說在談判這方面來講的話 基本上就是說 他是非常之欣賞川普的那種談判的那個戰術的 OK 我想在這裡補充一下 OK 好 其實川普總統你不僅僅在說他是玩中共 玩中共就一定的啦 其實他另外一著呢 我覺得他是幫他自己在美國黨內 兩個黨內在清他的語血 慢慢把華爾街那幫 我們說是deep state 現在很多你看看現在他本身裏面幾個內閣 他都清了幾個出去啦 是不是 John Borden 是 現在另外一個夫豬約出的名字 我們在這裡不提啦 大家拭目以待啦 我覺得川普呢 其實他有兩著的 中共其實他基本上是沒有什麼說在這裡 跟他太大心思去跟他買大豆啊 談大豆的東西 其實他最主要 其實我覺得他喉著在這裡清自己黨內的語血 尤其是對華爾街這幫人 是 文庫說得非常好 是 因為其實我們也都知道 就是說在美國和歐洲的那個政壇上面呢 是一直以來都在盤踞著一個叫做deep state的這個勢力 而這個勢力來說的話呢 是說的是幾個世紀以來 就是說是一直都在把持著那個政府的 所以呢 現在呢 就是說美國的政壇呢 就是說那些 無論是總統 或者是那些 就是說是桌面活躍的這幫人 很多都是這個deep state 選出來的他們的代言人 那麼川普他要面對的壓力 就是說來自於他自己本身政府裏面的這一堆 所以他用一個名詞叫做strong來形容 那麼由他入主白宮的第一天開始呢 他都一直在在清這個沼澤 那麼 而且呢 我們也都看到呢 就是說 之前的通俄門 這個所謂的聯盟行動 大姐 這邊可不可以關一關麥克風 你那邊是有些雜音 OK 繼續 是 那就說由他入主白宮的第一天 他就一直都是面對著來自不同的壓力 那麼一直呢 那些人都想談一下他 包括現在 就是說 Nancy Pelosi 推動的這個 所謂的烏克蘭事件 都是很針對著特朗普 那麼為什麼那些人這麼針對著特朗普呢 那就是因為特朗普不是和他們是同路人 特朗普是他上天的使命 是來呢 就是說清理美國的政策的 是來專門是清理這個deep state的那個殘疑的勢力的 那麼我們也都要看到呢 就是說 共產黨和這個deep state的這個勾結 是在於他們有一個共同的這個利益的這個掛鉤的關係的 那麼所以為什麼就是說 搭旭斯也好 也好 華爾街也好 他們一直以來都是不為而力的去幫共產黨 除了共產黨有他們的把柄握著 可以威脅 另外一個就是因為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利益目標的 大家在那裡互相利用 他們在一條船上面的 就是基本上就是說 中國這邊你可以說他盜國賊 美國那邊那些是賣國賊 所以現在我們也都很清晰 就由班農和文貴的口裡 經常都聽到 賣國賊 盜國賊 就是指這幫人 那麼就可以看到這件事 是 那麼大姐 還有沒有其他要補充的 那麼羅斯那個商務部長 他講這些東西很重要 就是很明確 我們就是和你們打那些貿易戰 是打到底的了 那麼中共那方面都很緊張 你看 那個脫鉤這件事 第一時間是爆料革命提出來的 是不是? 那麼美國到現在都沒有說過脫鉤 脫鉤 現在中共它自己跳出來說脫鉤 為什麼呢?華春瑩呢? 他就10月22日在那個記者招帝會上 他就說了 他說 中美這兩個經濟 看規模如此盆大 相互依存如此深厚的國家 如果要彼此同歐 同官關門 既不理智 事情都不認實 簡直就是天荒夜談 所以她說 或者幾次華春瑩呢? 不是啦!不是啦! OK!OK!大姐怎麼看華春瑩的這個說話呢? 你怎麼理解她呢? 我怎麼理解她 她真是此地吳雲三百兩啦 她真是 啊 你要不要自己跳出來啊 是不是呀? 她自己的 她自己的媒體現在鋪天蓋地的文章 經常就說 哎呀!和美國脫歐已經現實了 所以 我覺得呢 我覺得她是跌落地 拿回炸沙而鋪路了 打算都是死的了 那就自己說出來先啦 這樣 是呀 所以我看 我分析 這個我個人分析 就是說 我們都曾經在共產黨的治下的大陸有生活過的 那民間就一直以來對政府的這些說話 大家都有一個民間智慧去理解 就正所謂就是說 政府說的 你反過來聽 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基本上上面叫你不要做的事情 那大家就覺得就是去做 這是一個機會 叫你去做的事情 就分分鐘就前面已經是一個大陸了 那你變成你要繞著路走 這個是國內的民眾的一般的人的那個思路 對不對? 兩位 對 所以一年以前 我想說的 我想說的就是說 現在華昌營代表的這個政府的那個聲音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就是說 脫勾對他們來說 他們根本上是不想見的 但是問題呢 他也沒有辦法去逃避的這個事實 現在給他在面前的兩條路 要不你就主動脫勾 要不你就被動脫勾 那以他一直以來這麼要面子的一個流氓來講的話 那以其被人非 非如我自己非你了 是吧? 就是以拍拖的關係來講 是不是自己 誰向先 要面子 要面子 是的 絕對同意 是的 你們死都要面子的 是的 所以我就這樣去理解 就是說以其被美國人 迫著被動去斷勾 不如我自己去斷勾 還有我們也都要看到一個趨勢就是說 它是最近半年以來 其實它是不停在增加黃金的儲備的 那有機會就是說 它也都是在部署 就是說 因為它也都要衝擊美元 所以就印了很多假的美鈔出來 那第二個就是說 它的那個反過一擊 就是說 我脫勾了之後 我和黃金掛勾 那變成對美金來講的話 其實這個衝擊都不少的 這一招而且來都挺陰險的 對 我這裡有一點點不同意見了 Casio 它因為現在美金就不是和黃金掛勾的 現在是和石油 那就是中共 但是它買黃金呢 它只是它想 就是說組成一個 就是自己那個人民幣那個貨幣流通 那其實呢 它現在扣買黃金呢 那個衝擊呢 其實反而 對美金那個構成那個反而不是那麼大 但是呢 現在它在 為什麼它在中東和伊朗那邊 一時搞一下這些小動作 就是炸一下那些油輪啊什麼 我覺得它 其實另外一著呢 它是在石油方面 石油方面想搞美元 我是這樣認為 我覺得它是幾手準備的 第一手就是說 它是有部署 就是說以人民幣來代替美金的 所以呢 它要找一個 就是謀定的這個貨幣 而且呢 現在做 有這個動作的呢 就是不僅僅是中國 就是說俄羅斯 就是所謂他們的五個邪惡的俗心國 基本上這個動作是一致的 那是講的是這件事 是他們一個部署 對抗這個西方力量的一個 主要的一個動作 那第二個呢 就是說 你剛才也都講到重點了 美金是和石油掛勾的 如果石油的那個市場在波動著的話 一定是會影響到美金的那個波動的 那如果說呢 它一不穩定的話 大家的信心就沒有了 對不對 無論石油是暴升或者是暴跌 對美元來說的話 都是一個非常之不好的一個消息 那一定是會令到 就是說大家是對美元是失去信心的 那你到它失去信心的時候 那時候呢 是不是在衝擊著美元呢 現在所有的貨幣的那個來講的話 其實就是在一個信心那裡維持著 如果是沒有了信心的話 是什麽都沒有用的 對不對 是 是的 所以呢 它在搞中東 其實也在對付著美元 你想想是不是 搞中東炸油田 搞 就是說霍宇姆之海峽那些 來來去去其實都是為 那個目的都是對著美元而去的 我覺得特朗普在這兩件事上面 處理得好 非常的冷靜 他也不如理你 這個就太遠了 而且我們不是那一篇的專業人才 只可以說 有個政局上面去分析 再分析再詳細些 我們就未必講得到的重點 那就是 大姐 商務部那邊你還有其他補充嗎 如果沒有補充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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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呢 聽 看那個 綠德那些 節目呢 他就講了很重要的一件事 他說彭斯副總統 他星期四那個演講呢 他有十八個內容 他說他今天呢 就是報一個 報一個 他說 是什麼呢 他說 本來呢 彭斯要講這件事呢 是去年 11月4日就要講的了 但是呢 是已經講了前幾分鐘 就刪了 刪了 刪了是什麼呢 他就說是 美國不承認 中國是一宗 這個政策 他說不承認一宗 他說因為 為什麼呢 他說 因為那個聯合公佈 它不是一個 國會的文件 它只不過是一個公佈 那麼他有三個內容 第一個呢 是不建盟 第二個呢 是不稱霸 不稱霸 第三個是不狂張 他說所以呢 但是呢 中共現在他做的事情呢 已經是嚴重的破壞了 他的承諾 譬如呢 他要跟那些土耳其 俄羅斯 伊朗 北韓 這個五個國家的 邪惡的主心國呢 他這個就是自夢 跟著呢 他的一帶一路呢 就是狂張 他不但是經濟狂張 他還是軍事狂張 現在呢 他是阿根廷 都見到那些導彈基地 都是對著美國 他說古巴 瑋磊水 巴哈馬 都被中共控制了 所以 所以 嗯 所以呢 他就說 在說這件事情的話 你怎麼看呢 你會怎麼去評論 總結出來 對 所以 所以呢 就是 中共 他做這些事情 全部已經徹底的 違反了中美聯合公佈 所以 現在呢 就 取消這個一種的政策 一定是 不會空血來風的 所以呢 但是取消了一種的政策呢 這個就大件事啦 為什麼呢 西方 世界 一定會跟美國啦 還有呢 這個全世界的架構啊 各方面都 重新再洗牌 就是影響是很大的 那 那他不承認一種 就是兩個種 兩個種 一個中國 一個台灣 中華民國政府 所以上一次呢 這個 那個 這個蔡英文總統 他就是 太軟弱了 美國在後面 慚愧 哇 給了很大的機會 他在後面 所以現在 這次呢 我 今天 都有看到 一個台灣 一個教授 叫做 名歸正的 你們知不知道 這個名歸正 大姐 不要再鋪得這麼遠了 我們 根據這個來說 是啊 根據這個呢 就是那個教授 他就說 現在 美國 中國 這些 我們要站著 站隊的了 他說現在 如果 將來是一個 沒有共產黨的中國 你們想一下 是什麼樣的情形呢 我們現在 台灣 是啊 要站隊啊 要站隊的了 不可以就像以前那樣 總之一句話 就滅共就好了 針對大姐說的那個呢 不如我們就順便說 民副 你準備提出來的那個話題 我們可以兩個拼在一起說 好嗎 我想說一下香港 現在 因為 香港 全世界都關注 尤其今天 10月23號 一個非常特別的日子 為什麼呢 這場運動的 就是 帶頭 我可以總結 就是 現在搞到今天 香港這樣的局面呢 就是 一個男生 謀殺了自己的女友 在台灣 然後 然後現在就看兩個女人的 怎麼對決 是不是 我應該是不是這麼說 就是 陳同佳 都幾風趣啊 是啊 就是 暫時不斷總結到 就是 陳同佳 這件謀殺女人的 自己女友的安 在台灣 那現在 整個運動 而引這個送中條例 林鄭就利用這件事 在香港呢 就 收這個送中條例 引發這個 今天香港這個局面 時代革命 是不是 但是呢 今天陳同佳呢 就刑滿出獄 在香港 那就引發到 現在台灣 小蔡英文 蔡總統 和林鄭特首 的一個對決 我覺得呢 我覺得都應該 可以講一下 在這裡 那現在呢 這個局面呢 就是說 現在到底 陳同佳 是 自己打飛機 去台灣自首呢 還是 台灣 派人過來 初時就說 是壓回這個陳同佳 去台灣 但是呢 中共和 林鄭這邊都不贊成 因為它 有這個叫做 政治操控 政治陷阱 那個疑難在這裡 所以都兩難的 那現在小蔡呢 蔡英文總統呢 都 我覺得她是 一直以來呢 現在用了一招 是最漂亮的 現在就是說 現在我派個專員過來 是陪同陳同佳 回去台灣 去處理這件案 不是陪同 而是呢 來處理 在法律的層面 有些什麼文件 就是說 等於是怎樣呢 是兩個 地區和地區之間 因為呢 你沒有直接的引導 嘛 而且呢 你一直以來是拒絕 台灣那邊的 那個 任何的要求 現在呢 她放監了 而且呢 我想說 補充一下 那個前提是怎樣呢 就是說 陳同佳在坐牢期間 她是因為洗黑錢 坐牢的 是 那麼 那 聖工會的那個 牧師呢 就一直就有去探她 就是 跟她做一個輔導 那麼 這個 而她呢 陳同佳呢 就是說她覺得 就是說 她說 由她而引起的 這個 反送中的這個 運動來講的話 她是有些些懲悔 那麼 也都是想 就是說 做回個補償 是由她自己提出來 她想去自首 而林鄭呢 就是說 我可以協助她去自首 又是這樣去利用陳同佳的 就是我把那個前因 我先補充一下 那 而 她 突然說想拆手這件事 而再引起呢 就是台港 兩地之間的這個 這個 剛才你說的那件事 那 那 本來呢 就是說 我昨天呢 就剛剛好有看到 《蘋果新聞》 就說 原本呢 綠黨呢 就是民進黨 其實是 就是說 不處理這件事 就是說 你不是過來做body check 說你就來 說走就走 這個 當台灣是什麼 那樣 最後呢 就是台灣政府 就商量定 就是說 不如我由專人 來香港 來處理這件事 就是正式的那個文件的交過 有什麼東西要協助的 有什麼東西要提供的 我過來 那現在就變成了 她就回應了 就是 蔡英文政府呢 就是回應了 港府的這個 這個 協助她自首的這個 那現在呢 就是看香港這邊 怎樣再回應回台灣 OK 現在的局面就是這樣 其實呢 它都是涉及到 哪個人員跨境 我簡單一句來說 就是 當時港府就說 我跟她過去 那就變成 或者是 中共這邊 或者是 香港這邊的警察過去 變成台灣那邊 就承認了 我 我 我不是一個司法獨立 你可以過來處理 你的司法程序 那現在呢 變成了呢 港府這邊又不同意 台灣那邊 你派個人過來 是不是又涉及了 就是說那個 你過來我這邊執法呢 所以那個司法程序呢 就是 繳在那裡 那但是 如果叫陳同佳自己搭飛機呢 航空公司 給不給個相機呢 又是一個問題 那所以今天呢 但是這件事情 我覺得你扯遠了 航空公司來講 只要它是有合法的 這個身份證明的話 它是可以去 因為它只是負責運輸的嘛 你有沒有入境呢 這件事情 是政府之間的事情 跟它是無關的 你有沒有 如果台灣拒絕的入境 你沒有台灣簽證的嘛 就不給你 你就沒有 上不了航班的嘛 那這件事情當然 這件事情是當然 那始終都是去回 這個跟它搭飛機是無關的嘛 是給不給它入境是一回事嘛 那OK 我想講的這件事情呢 我們沒有兜完 我只是想講就是說 林鄭本身是想利用陳同佳 就是說可能是她背後的中共 想利用陳同佳去做一場show 這個show來講的話 會不會在幫助韓國瑜 因為韓國瑜就很熱烈地 去呼應了港府的這個要求 就是說我們當然應該要處理 我們要聲張正義嘛 我們不可以給 她在填共 那問題就是這裡了 你說到重點了 她在填共 OK 那好啦 那所以蔡英文政府呢 才有一個這樣的回應 就是說大家呢 公對公辦 公事公辦 你要有些什麼程序 有些什麼事情 麻煩你配合我 那現在就是看香港去怎樣回應 就是公事公辦的情況下 她會不會去處理 還是純粹是想利用她過策 那因為我們 為什麼我說要把 剛才大姐講的東西 和現在這件事情 拼在一起講呢 就是說很明顯的 就是台灣現在的政局 我們知道明年一月 就是台灣有大選 那韓國瑜是一個大熱的 一個總統的候選人 那會不會就是說 她想利用 繼續打陳同佳這張牌 來影響她的選情呢 想製造一些話題呢 想引導 誤導民眾呢 這件事情是她的根本嘛 現在我覺得呢 那個波就交回給林鄭了 但是林鄭呢 任何她答應 哪兩個選擇都好 她都是死的 為什麼呢 我就是這樣看 那我覺得 所以我今天看一下 陳同佳出了策之後 看一下林鄭的決定是怎樣 當然啦 為什麼我說這次台灣那邊呢 這一招呢 都叫做OK的名字的 就是說呢 我不會說 放到一個這樣的 就是說在我台灣這邊 犯了案我不管 那我現在呢 就是說公事公辦 應該要有什麼程序的層面 用來處理 用來跟進這宗案 那對任何人 他都可以有一個交代 是吧 所以就是說 而且這件事情的話 也都是避免了 給某些人利用 來打這張牌 所謂什麼伸張正義 再不是呢 就是說 蔡政府呢 就有法不依啊 或者是怎樣的 就是說她倒了她的後門 那 而且呢 就是說 來台灣那邊 我們也都 其實呢 我們對台灣 其實政局呢 不是很了解的 只不過呢 就是說 一路以來跟著文貴的爆料呢 我們也都知道 就台灣原來呢 原來是黨真 而且呢 就講到 講到再彈聽一點 就是說 根本呢 黨真都是因為 就是說中了人家的圈套 CCP就是希望你們兩個之間 互相爭 爭完之後呢 總之誰上台 我就買通誰 繼續藍金王誰 你又幫我做事 來來去 其實都是這件事情 那就是說 大家如果將這些浮雲呢 將這些浮雲撥開它 認清楚 你台灣是應該要怎樣去處理這件事情 還有呢 你接下來選的總統呢 你是要選一個 只是在那裡做騷的 還是做實事的 是為台灣人 就是說 消除這個 來自中共的 這個威脅的人 這件事情 才是他們真正要面對的 陳同佳這些 其實都是一些假象來的 對不對 我覺得呢 現在 你說陳同佳有沒有懺悔呢 他聽到這個牧師 覺得 覺得 要為香港做些事情 或者 為自己做些事情呢 我覺得 都是沒有選擇的 哪裡都沒有去的 簡直 為香港人 衝在最前面就好了 是不是 做勇武 你自己 你對那些黑警 可以做些什麼 就做些什麼 反正都是死的了 如果你過台灣 又是受死刑的了 我覺得 是不是 你死在鏡頭前 在全香港人民為香港 全香港人民倒在鏡頭前 我覺得它還是一條案子 反正沒有選擇了 留在香港 衝在最前線 我補充的是這麼多 你這個話題 我這樣說 你這樣說 我們沒有權 為任何人去制定他的人生 人生 是他自己本身 當然我知道你是提一句 我們做節目是什麼 我也都是想因著你這個話題 就帶回我們再下一個話題 因為下一個話題 都是跟這些人性 靈性有關的 就是想說 比如說說陳同佳 我當你是真心懺悔 你真的做了一些 對人有益的事情 那可不可以得到寬恕呢 這個是一個 第二個 就說到就是說 我們知道李嘉誠 李嘉誠的那個企業 和共產黨的勾結 都非常之深度的 但是就說 自從那個禁蒙違法 緊急法 就是說頒布以來的話 那似乎李先生 就已經是放緩了腳步 就沒有再跟共產黨的指揮法案 起舞 就是她是同情 就是別人問她 就是說她對示威的那個看法 她都有說她的黃瓜之論 就是同情的示威者 只不過就是鑑於港共那些喉舌 對她就不斷踩她 變成她要有所 喝喝喝喝喝喝 這樣說出來 相對來說的話 其實是溫和的 而且她是同情示威者的 在某個程度來說的話 她也都是 對她以前的行為 是有少許 好像是後悔的那個心態 OK 我們可以 因應陳同佳和李嘉誠 我們可以討論一下 就是說 如果她懺悔 如果在這個時候回頭 那就是說 那個天會怎樣判她 因為我們任何的人 去到人生的盡頭也好 或者是怎樣也好 都會接受著上天的判斷的 對不對 對嗎 對 但是呢 是的 李先生那裡 我可不可以補充一點點 你說 你分析到呢 就非常之溫柔的 我覺得 但是我直接就是覺得 她 你現在形容她說 站在示威者這邊 還是跟中共那邊 比較 比較 不是這麼親共呢 其實我就覺得 就是 以李先生現在作為李超人 為什麼稱為李超人 還有她 一向做生意 之前這麼成功 那我覺得 之前她是因為跟中共 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 然後這麼成功 怎樣去賺到錢 還有現在全身而退 但是 在示威者這方面 她現在根本不是說 不是站在示威者這邊 而是跟中共那邊切割 我覺得她現在簡直就是反共 為什麼呢 其實她 你看李先生的風向呢 就知道 CCP真的沒得玩了 你看她現在 四大家族 三大家族都舔共 還有真正捐地捐錢 已經是嚇到 跪低了 跪低了 沒錯了大姐 現在她直接說 不是啊 我不捐地 不得已 你還要還我的錢 好嗎 我寧願捐十億出來 我幫助其他的小型企業 現在她 其實應該是一個切割的問題 還有她認清了 其實中共 CCP沒有玩得多久 你看她那個動作呢 非常之精準的 所以 我覺得 不愧是李超人 真的 我覺得 已經是看中了她 她 現在這個運動 對中共 對她來說 她也是當成一場生意來做 勝捐呢 她現在是站在 站在 群眾這邊 正義這邊 現在我覺得她是 算到中共 CCP 時日無多了 所以我覺得她 即是你 你說的話 就是說 李超人 老謀心算 哈哈哈 是 多謝 你四個字已經說了 一陣子見解 先說人性方面 是 是 我就是這個意思了 我覺得 就是說 她就是一個風向標 現在她站在哪一邊 你就可以 看到哪一邊 已經是差不多勝利了 那你有沒有四個城主 補充我這句話呢 哈哈哈 那 就是這樣說 我們說 李超人 當然都是說 一直以來都是非常之成功的商人 那我們 是平定的成功商人的話 就是說她可以很準確地把握 那個時代的脈搏 她每件事都非常之準確 非常之準確 但是我想說一句 在這方面呢 我有一些補充的 香港人呢 以前呢 對李超人 其實呢 那個評價不是這麼好的 為什麼呢 就是說 因為她是將整個商議上面的一個 心態鏈呢 她是個個層面都 她都舔了 她不會 就是在她的那個 那個生物鏈的那個下一端來講的話呢 是寸數不生的 就是太過聲明 對啊 香港人從一出生到 到入土那一刻 都是她都賺錢的啦 那你覺得好還是不好呢 這個 那個 剛才我沒有說她好 我只是說她 精明 說她精明 精明 還有她站在示威者這邊呢 她已經 就是說看她的風向標 就是說 CCP 時日無多 香港 這幫年輕人 香港一定會勝利的 我就是想這樣說 你講的這件事呢 就去到人性 但是剛才你講的呢 是她說她做生意的手段 那麼現在我們是 到底是在她做生意上面來講 還是在人性方面來講呢 是吧 就是這樣講 我都說了 剛才我有講的 就是以她的生意的手法來講的話 其實就是說 很多香港人是不喜歡的 因為她那種精明化呢 是會令到整個心態圈 就是商業的心態圈來講 其實是不健康的 由你一家壟斷了 就是說呢 你有金融 有房產 有保險 有民生方面的超級市場 再到這個環保方面的 連收紙皮它都壟斷了 那人家還有生存的呢 我可以這樣理解 所以你先聽我講完 好嗎 你先聽我講完 你先聽我講完才行不行 劏房就是因為有這些無量的商人出來 才有劏房出現的 所以就是說 在劏房就可見一班了 不好意思 好 你繼續 不好意思 OK 那我就說 這些商業的手段 根本來講都是不健康的 嗯 等等 我們現在就是要打斷這個壟斷 OK 那我就說 它的商業的手法 是令到香港現在走入了一個 非常隱形的一個狀態 OK 好了 現在我們是講的 剛剛我講的那個 其實是講的是人性方面 就是你人性裡面 裡面來說的話 始終它都會有一個 某一個時刻 它是會醒 知道某樣東西 它不可以再繼續下去了 再繼續下去的話 是一條不歸路 那由它那一刻 它肯回頭的話 我們怎麼看 無論是陳鴻佳 它是真心懺悔 或者是假意懺悔也好 它做這個動作 來講的話 已經是對它之前的那個錯誤 它是有一定程度的形式 那到底是怎麼樣呢 我們都要看這個發展的 OK 那看回就是說 李嘉誠 它對現在林鄭政府 和共產黨的那個表態 以它的動作來講的話 我們也有看到就是說 它是想和他們切割 那我是不是正義 我不想在這個時刻下結論 但問題就是說 在這一場運動裡面 無論每一個 就是說它肯反省它之前做的事情 它肯在這個時候肯止暴 不繼續跟共產黨去圍擁去作惡的 在這個時候 任何一個反省的這個行動 和這個行為 那其實來講的話 都是對我們是有幫助的 對不對 我是想說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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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包括呢 我不知道兩位知不知道 就是說警方 香港警方的有一個發言人 叫謝震宗 就是謝Sir 那謝Sir就說他老婆 他老婆呢 就在美國搞移民 就是說被美國拒絕了 接著呢 他就說請了兩個星期的大嫁 飛了去美國 傳聞呢 就是說他做了這個污點證人 他捕灰 那我覺得呢 就是說在這個時刻 他肯肯站出來做這個動作 都是對於他們那邊的力量 進一步的削弱和分化 那對我們這邊來講的話 是好事來的 那所以呢 就是說 無論是謝Sir 超人 或者是陳同佳 我覺得呢 就在這件事上面 他們在這個時刻 只可以說他們做了一個正確的一個選擇 那至於說 歡不歡喜都好呢 我覺得呢 就是說他對他自己的天主 對他的那個上天 去做一個 做一個那個 交代而已 但是對我們來講的話呢 我們是 對這些人 我們是無人歡迎的 當然歡迎啦 多一個 都拼了我們的隊伍 都是加速了共產黨的一個死亡 對不對 啊 共產黨的罪息就是統一政治 我們都是賀名這招的 對不對 是啊 是啊 因為他們是很擅長在那裡玩 玩分化 那我們現在這個就叫做反分化 是化解了共產黨的那招 還有呢 在這個moment 就是說呢 如果可以看得清時際的 就是說知道這條是不歸路的 那我在這一刻 我止步我轉向 那對我們都是好事 因為我們現在也都看到香港呢 那個政府那些建制派也好 那些政府那些什麼行會也好 立法會那些親共那些都好 是繼續在施壓著這個示威行動 是繼續推行著這個惡法 是繼續就是說 在接下來的11月的這個選舉裡面 就繼續想分一杯金的 那這些人就說很明顯 他是想繼續在這方面呢 覺得共產黨是可以有明天的 可以繼續抱著這棵大樹 可以繼續為自己謀副利的 那這些人呢 我只可以說 那你一天沒認清的現實也好 那你就陪它一起落地獄 尤其是李超人 陳同佳 他們在那一刻 他肯止步轉向來講的話 我覺得上天都會寬恕他 因為我們是寬恕任何一個 肯真心改錯的任何一個人的 對嗎 對 對 對 是的 而且呢 香港現在的示威者也好 那些民眾也好 我們一路bewater也好 就是說對這些心態 我們其實是持一個open的一個態度 是非常之歡迎 也都是非常之 就是說 open mind 我們就說 希望多些人出來 就是說 只要你站在共產黨的對立門 大家都有救 都有機會 都有希望 所以一定要呼籲那些黑警 快點犯過 犯過一擊 否則死路一條 犯水 否則死路一條 死路一條 知道我們 我們說 劍盤的戰士 就一路都有一個呼籲 就是呼籲那些黑警 就歡迎你力度灰 力度夠五個 那我就可以在這邊 幫你燒了你的檔案 原本幫你建立的檔案 如果你肯燉灰 我就可以點了你的那個罪 你可以看到 就是說你任何一個社會 不可以就以報而報 在某一個時候的話 你一定就要保住一個寬處人的那個心態 那在香港呢 我們也都非常之清楚 就是說 英女王 就是說曾經在七八十年代 那時候是有一次大赦 就是說 這個動作是跟隨了警隊一路以來的這個貪污 所以重建了香港警察這個連結高效的這個形象 那一路以來是去到九七年 那之後呢 現在又去到共產黨手段 又位於一旦 又要再重建了 所以現在為什麼香港人 就是說非常之憤怒 而且又說了 就是要解散警隊 就是要重新 就是承諾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一定要調查所有的這個罪惡 給大家一個真相 真相會令到大家會清醒 知道未來的那個方向 其實呢 卡兆呼籲得非常之好 我覺得就是說 其實現在的香港的警察呢 你醒目呢 其實真的就是說 現在你或者收手或者反水 怎麼反水呢 你說現在我不再做 已經是太遲 四個月已經發生了這麼多命案 那我覺得其實呢 任何時候的 快點收集一些治療 是的 你都不 就是任何時候你真的是反悔的 你真的懺悔 你肯就是說收手 還有呢 就是說站在人民這一邊來講的話 任何時候都不玩 我是希望 但是都為事未來的 都不是叫他 不是叫收手的了 我直接呼籲呢 就是說現在快點呢 就和大陸公安那邊過來呢 快點記下他們的微信 記下他們的資料 他們什麼時候和你一起出去 那你好像你剛才所說的 你隊五個出來 那人家就燒你那個掃報了 是不是 那都知道 明潔到身 你現在 你現在大陸那幫公安 我們在另外一邊 昨天已經講了 大姐是不是 我呼籲現在的就是說 你香港警察真的不要那麼餓 硬膠了 是不是 你看 在深圳或者珠海過來的那些 真的他做完事 拍拍手 他就回去的了 難道他真的到時候 你有時候 他會不會在珠海 或者深圳 坐火車過來和你一起受審 不會的嘛 所以所有的黑禍 所有都是你們自己站的 那你現在是怎麼明知保身呢 就是說現在快點搜集好 你自己保得住你的資料 然後 給我們的 鍵盤盒 是不是Casio 鍵盤戰士 是鍵盤戰士 那可能 不是說叫你保命 你做過的事情 都要承擔債 起碼保住自己的家人 和家人 是不是 那不會說 人權 那個香港人權法案 和那個民主法案 差不多就快要通過了 那如果真的制裁了 對你自己家屬 妻兒子女是怎樣呢 是不是 有一個交代 那所以我覺得呢 就是都呼籲現在的香港警察 如果你是要想自救的話呢 現在就快點搜集好自己 可以保護自己的資料 然後交給以後的政府 也好 什麼都好 是不是 那我覺得這個是最盡量的 對 一個是一方面呢 就是搜集一些證據 第二個呢 就是說 你可以呢 就是對共產黨的命令 你可以消極去對待 就是窗口抬高一寸 不要那麼殘暴 對待那些示威者 是不是 就是這個都是 對 這個都是福德無良 這件事 說到這裡 我突然間 昨天有一宗新聞 就是一個何盛的水警警長 在這部車裡已經叫做燒炭身亡 那是不是自己燒炭身亡呢 一定是因為現在 在水上發生的浮屍太多了 那我覺得 是不是就是 他知道太多被燒炭呢 還是自己都受不了了 都做到 知道自己太 就是說 罪業深重了 而自己了斷呢 還是一個逃避呢 那我覺得 這件事 值得深究 原案 但是呢 其實就是說 你剛才說的那件事 你聽我先說吧 就是說 警隊就是說 有六月份 處理的那些遊行來講的話 其實就是說 稍為有 還有良知的人 其實很多時候 是被那些情緒困擾著 就是 他們其實可能 一直以來都要接受 情緒輔導的 那想辭工 又不知道 辭了一份工 你去做什麼呢 是不是 又不敢做這件事 那第二方面 也都可能有些事情 是放不下 那繼續這樣下去的話 只會呢 使自己的情緒困擾 那到底他是真的自殺 還是被自殺呢 這件事我們不講 但是你由這件事 帶出來呢 我也都想說一個事實給大家聽 就是說 就是說警隊裡面呢 其實是有很多有良知的香港人 那但是他們呢 就是很多時候就是說 因為 始終就是說 撐警察 撐政府的 是占大多數 這些人呢 始終是小部分 那有些呢 因為要供樓 你放棄了這份工 你怎麼供樓啊 這個很實際 是不是 但是又有良心 又受困擾 又受困擾 那我選擇了輕生呢 其實一點不容易 這些事情 嗯 OK 好啊 但是呢 昨天文庫也有說 他說 哇 你可以死 你都要勇氣 很大勇氣 你才是可以自殺的 你反正都是死啦 你不如救回自己 你勇敢站出來 在抗爭者一面就更好了 這件事又是去到那一句 我們保權去規劃任何人的人生 何況如果那個人 真的有情緒困擾的話 他是一個病人 你叫一個病人怎樣去制定 怎樣去跟他說 你應該做哪樣不應該做哪樣呢 對不對啊? 對 我們只可以這麼說 就是希望現在香港的聯局 真是組入過去 大家都可以有一個同心的開始 是嗎? 是 是 嗯 這件事最重要 這件事最重要 是的 無論是那些 就是受情緒困擾的警察 他們都是受害者來的 嗯 原本他是可以 就是說 正正常常打一份工 就是說收工了之後 我就回到家裡有一個正常的家庭 有一個正常的逛街的環境 是吧? 但是現在是完全大家都受困擾的 大家都受影響的 你一天這個局面 就是說不清理的話 大家是一樣困受鬥的 嗯 現在看情況差不多到 但是每天都要堅持的 那不如回歸回文貴的呼籲 現在遊行之餘 那不是宣佈了那十幾個地點的 那希望呢 其他人呢 用自己的方法去搜集多些證據呢 那就更加快結束這場運動 還有更加快勝利 我的意思 嗯 好 大姐或者你幫我們 就是說收一收尾 啊 總之就是 你們剛才說這麼多事情的了 總之就是 就是香港匪匪匪匪搞定正常 不過呢 文具先生也都提醒過大家了 十月 十一月 是最艱難的時間 這個時間就頂住 頂住 OK 五大訴求 決一不可 是 香港人 反抗 香港人反抗 是 加油 是 其實呢 真的就是香港人不要再送頭了 因為 每一條香港人命都非常珍貴的 那麼 十四億人民 和全球七十億人民 區區只有七百五十萬香港人 不可以再送頭了 留一條珍貴的性命 留到最後 好嗎 好 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下一次我們就跟大家見 OK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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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 畢